假如这是我上礼拜写出来的答案 其实我这部分不是自己写的 我只是把他的报表弄出来 我改了 把两个地方对的改成错的 因为你上礼拜做的可能会错 所以我故意把对的改成错的 这样子我做出来之后 我真正的组合语言其实只有这一段 真正的组合语言其实只有这一段 OK只有这一段 好那我呢就把这个按Ctrl C 我New新增 好这样子我把这一段呢复制出来 好请注意我是怎么按的 我先按ALT ALT然后呢我用滑鼠记忆 这样子呢我在按Ctrl C 它只会复制方块的这里 OK 然后我贴出来之后我这个程式不就好了吗 我把它另存新档 那比如说我这个叫 mycode.asm0 我把它复制出来贴上 那这叫mycode.asm0 那于是呢我就去去做主意 好这样子我主意了 我是不是出来这个结果 那基本上出来这个结果之后呢 你只要复制 复制 你要的部分就好 那我要的部分举个例子 假如我需要这一块 我觉得我想要的就是这一块 因为这个就是最终的答案 那我复制过来 复制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到了这里 刚刚刚的这一段 会有没有差异 有没有错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错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4 这里是0 这是我刚刚故意把它改错的 那你就知道说 OK 这一行有错 那你就注解一下 原因是 原因是什么呢 位移相减的时候 比如说没有减掉4之类的 那你就原因是点点点点点 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比如说在这里 最后这里 这里0000 跟这里0001 不一样 那有错 因为原因是 RESW1是保留一个会员组 不是将 不是将出值设定为1 不是将出值设定为1 好就这样子 那你就再把这一个整段 贴到你的网址上面去交 这样就可以了解了 那请各位可以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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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